联盟红的主场呀 他们在每次比赛开始之前 一定会跟各个队伍进行积极的跳点上的考论 所以他们我觉得落地撞到人的概率是比较小的 对的 所以这场你看到整个位置来讲 就是已经比较的分散了 我们看到其实都是在航线中断 因为我们前期没有时间找车转移搜物资 那目前在现在短平快的版本上来讲 我们其实打节奏是最重要的 是的 以及这个圈形 如果说上赛季的圈形啊 给我感觉是特别特别的风云莫测的 因为上赛季特别多的极端圈形 但从我们S2的首两个圈形来看 看起来是比较温和的 这个圈算是一个非常标准的中部圈了 就是前期中部导致说可能前三个圈 大家还是一个双局对战 到一个后期会有一定的团战爆发 那我们再来算一下吧 在我们现在S2的一个开门红双局UFC类台赛里面 暂时以小小剑两分两个击倒啊 还有这个北斋的两个击倒 两名选手持平 我们继续关注持续进展 是的 但是这个时候我也关注到了YZZ啊 也是确实又再次回到咱们PL的大舞台上面 作为首发 其实秦九今天的阵容配置上来讲 其实是融合了三个队伍的 对于他们的磨合来讲 我一直都是比较担心的 但是有我们的解说之光在 我相信这个队伍绝对没有问题的 是的 那位解说 到底他算是独之光还是仙之光 不得而知或许看一块他负责的海岛地图啊 在我们下半场会揭晓 但是现在镜头再给回来给到我们NVXQF的ParaBoy 上一集我们欣赏过了四指三三的操作 现在呢也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联盟标志性的两指的一个选手 就是散兵 其实二指虽然很多的玩家会觉得局限性比较强 但是你看到散兵他的一个键位的布置来讲 是绝对的方便性 就是我静点上去对枪的时候 可能大家觉得他中眼距离的输出比较稳定 但是静点 你看这边的一个配置 也是可以灵活做到的 如果我没有记错呀 我看到现在散兵他的键位跟之前我所见到的 还是做了一些微调的 那毕竟是用咱们的OPPO ACE 那肯定是不一样的嘛 是的 以及修赛期里面 我们二指嘛 只有两只指头去活动 所以更得去最合理的分配各个键位的布局 所以真的 因为二指就是我们和平精英这个游戏的默认键位 我相信现在大有玩家依然会用这种操作方式 大家都可以去参考一下散兵 对的 包括这个时候 你看到像上一把比较难受的老干爹啊 这一把终于能给到他们一个运营 周围有特别多的这些游荡的队伍 转移空间就可能小了 对的 是的 他极度的了解各个队伍的信息之后 我知道你在哪里 OK 我能对你进行一些绕行 我能找到你更前面的一个顺位 这是他们的一个基本思路 是的 那说到换人的话 你看到LK啊 这场队伍 他其实都没有替补位的 四个人满边上去 跟ST是一样的 那老干爹的一个后备队员比较多 包括也引入了他们的大价 非常贵的一名选手来到这个阵容里面 相信在可能这一场或下一场 某一场啊 一定能给我们带来比较亮眼的发挥的 刚才我们看到了挂名老干爹的西岩嘛 所以其实在我们各种体育赛事里面 特别特别好玩的就是 当这个老队员遇到了自己的老东家的时候 会有什么样的一个表现 比如说一会儿 假如老干爹在某一个圈形里 有机会遇到了AG Fox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西岩遇到AG Fox 它是什么心情呢 那他俩就一南一北 他俩如果想碰见的话 这中间一大部分地区的队员都可何去何从呢 且看我们下回讲解 是 以及中部说到中部 就是有这样一只 STE现在在整个圈形的中间 你可别说啊 这个赛季我发现 这上一把是领域前期自雷 这一把是冠军的不小心九华 天霸这支队伍 他们在雷方面有着不解之缘 现在他们在这个身法上面 也为我们表演了什么叫做 一师足成千古恨 这可是PELSR的头两场比赛 或许啊 并非是像我们说的他们在练习杂技 但就是这两个小小的失误 让我们在前期这个比较平淡的搜索期里面 重重地记住了他们 怎么说呢 用另外一种方式吸引了咱们的注意力 不过也确实天霸不解之缘也是非常深了 不过反过来看到上一把吃过蛋糕的一起浪 现在也是比较舒服的 一起浪 现在就从他们的这个老跳点 从这个西北部漫漫悠悠的进到圈里 以及这一把可能因为圈形更靠中部 我感觉DKG是比上一局动得更快一些的 对 因为首先DKG和AZFOX呢 其实路线上转移是比较相似的 但是目前两边是拉开一定距离 就是说DKG目前可能 首先管屁股已经是比看前面更加细致了 包括你看到86跟Dreamer上一把的发挥 也是不负众望啊 以前或者说上赛季 我们看到DKG 当他在前期正面遇到一个队的时候 我们心里可能会想 怎么办 是不是这个时候先躲一躲 我感觉现在在刚才86跟Dreamer 以及包括天 还有 之后我现在就盼望着 如果我是他的粉丝 我盼望着就假如他 车开得太快 还是冠军下车下得太快 我们的精彩回放里面 不是看到是其他队伍淘汰了谁谁谁 我觉得一定是我们的导播老师要替冠军洗一波 就因为我们都说 冠军是不是想吸引大家注意力呢 在这个枯燥的时刻 不过也确实不是这样的 冠军也是受害者 是的 是这个沙漠地图 这个沙子呀 跟这个车轮胎底下打的这个摩擦力太滑了 有点烫酒 是的 这个时候不小心下车了 冠军说那个跌倒了 领域哥哥快点扶我起来 我们觉得也是觉得很正常的 是的 但是谈话至于发现 其实天霸这个位置站的是在圈中心比较高的位置 这块也比较适合他们那个打把 但是与此同时又是一波双军大战 好的 我们的双军UFC西门锋选手再次拿下一分 就是这一分呢 是从AG Fox一队身上获得 是的 目前这个圈形其实因为比较中均中举 所以说大部分队伍呢 都是在圈中啊 是已经分不开来 不过 哦 西木也是掺上一脚 那这样AG Fox其实有点难受的耶 要注意这是已经倒两个人了 就倒两个人尽管可能距离会比较远 但我觉得是有可以冲的一个选择的 我觉得其实可以考虑换点啊 因为说你在这个大仓漏过枪之后 你这个位置会被盯上 你之后再想走的话 可能就是不太灵活 所以一般职业选手都是说 我打个地方换一个点 或者说我漏完这个头之后 我换一个背波 但是西门锋 他果然还是那个西门锋 想过来试探一波 是的 西门锋这个位置 他是先对近点进行了一个信息收集 然后立马掉车头就回去了 应该他是看到了 AG Fox已经基本上 在进行服队友的操作了 所以他现在知道 一个人扑向近点 不是一个最明智的举动 而且他们两个队友 其实挨得非常接近的 并且也是在圈的中部迪迈 那这时候打起来的话 可能被圈掉的概率还是比较高的 镜头 再一次给到了DKG 你可以看到他们现在也并非完全的一个 自己自首的状态 只是在下一个圈行的驱动之下 DKG应该是没有被下一个圈行所眷顾 以及镜头里面侧面是经理老陆 正中心的是教练阿狗 其实狗哥这个赛季 对DKG的情况是很高的 因为他上个赛季接管的时候 他没有办法去调换人数 所以说他的战术可能没有达到狗哥的心理预期 但这个赛季狗哥跟我的聊天感觉就是 还比较有新兴的 以及他带的那个新发卡我觉得还是很好看的 是的 再次回到我们的画面 AG这一把真的不用大转移了 很舒服 是 那我们是不是要进一段刚才的精彩回放 这个时候你看到 新兰兽非常找到了这个 我绕头的这个节奏 对 他不着急开枪啊 他就是让AG Fawkes的选手觉得 当我确定这里没人的时候 那么我在这个原地的踱步 也变成了一个形式化的操作 在这个时候其实比较深眼神好 两边去都露头了 是的 就大家看到目前选手呢 可能我们的OB视角是这个第三人称 但其实选手是第一人称 再次看一下这个圈形一个北线 那我们知道 你看看 哎 这个 这怎么办呢 舒服 舒服呀 现在啊 SMG的杨阳 在我们沙漠地图的双居争霸赛里面 又得一分 只是现在 他跟ST已经贴到了经典 是的 上这赛高点继续做一个牵扯 选择往后拉 看队友怎么能拉上去 但是SMG的攻势非常的凶猛啊 是的 好像顶不住了呀 是的 杨阳刚才摔了下去啊 摔伤了 但有惊无险 队友过来补得很及时 删制 再受到侧面的困扰 来自于天霸的领域呢 ST这个迪魄里 能救吗 他们位置是被分散 首先是怀 你看这边还能摁一下 但是删制就没有办法 但侧面的话也听到了天霸的枪械 所以ST目前要赶紧离开正面战场 他们现在想的就是如何将自己的载具和装备保存至最良好的状态下 三人离开这里 是 来得早 不如来得巧 但这个时候其实对于SMG来讲也是在圈边 所以说先把屁股擦干净 但是他知道屁股其实不止ST一个队伍的 这个相当于就是SMG想把这个屁股擦干净 然后天霸帮他擦了 是毕竟天霸这个位置其实压着这个山童啊 是打个侧身非常舒服的 是的 有 Para Boy 用他最标志性的武器之一啊 沙漠地图的M16击倒了ELG 两个队伍都不太了解了 在这边的话你看DKG现在碰到AZFox 也是老冤家了 还是继续想办法去输出 但是 怎么说两边还是有点距离啊 搭道区也不好直接上 其实 七岩又击倒了ELG的岩马 那么现在ELG相当于已经是被 老干爹和NVXQF两队所夹击的一个态势 包括你看正面这一波啊 其实天退上86跟追梦之后 打得是非常大打啊 包括病狂哥哥 我觉得顶不住 因为他们目前其实你看到拉枪线来讲啊 病狂哥哥这边是一个人在做一个牵制的 病狂哥哥现在估计在队伍语音里大喊道 三个小弟快快过来护驾 然后还是慢了一点 帅狗一颗雷雷倒了病狂哥哥 就是对不了你的枪 我就跟你用雷拼搏 但小天目前正面也是对方知道信息 我可以去压你这个山头 小天现在可能想着 不是说我怎么去救病狂哥哥 我想着怎么样去给你报仇 我先要打眼前这一波架 这类波屁股 小天先放到了对方的 86这边更加放 那两个人都倒了 那这话只剩下圈外的了 又是经典的这个双簧戏法 看起来是小天的 实际上是86的 但是毋庸置疑 这是DKG的 打的是更加奔奔了 但这个时候我们看到G梦在这个蓝圈里 还是为队伍创造了一些价值 但是帅狗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小天位置也是被锁定 现在大拳这个点跟86 哦86 又是86啊 86这个选手 真的在我们在S2 对他是抱有无限的幻想 那小天急了呀 我可是队内的天啊 等一下 天会被补吗 天这个位置 必须86不给帅狗过去补他的机会 但天是被动的呀 天他不能像86和帅狗这样相互走位 太干了 但是这个时候你看到 已经知道蓝圈里的那个侧面枪线是没有了 所以帅狗还在牵制 86现在没有时间去管队友 先打 这就是DKG的一个进步啊 86已经打了三个 如果他能够pick下这一波 他将完成S2的首个一穿四 这一个怎么说 漂亮 86 这个86啊 他真的是那个86 在新联赛我听说他的成绩非常好 但是正面在赛场上 是真的没有人大家失望 而一同时 我们看到NVSQF 这边是遭到了4M的一波进攻啊 双雄 我现在脑海里只有这一个词 双雄 双雄这个位置 现在拉开在这点距离啊 想是先拉队友 我们再进行公平的一波pick 是的 以及现在你看Para Boy 他们几人待的这个位置 星赫一开门 后 三三已经锁定了 我们双雄的位置 那这样的话 我们应该还有一名选手 是在旁边 应该是COOBOY 刚刚 86刚刚为我们表演了一个 一穿四 三三 他说我要用我自己的ID 抢占你的视野 一穿三 三三 一穿三 三三一穿三 这句话怎么听得有点耳熟呢 知道吗 看一下目前呢 FWM的一个位置来讲 在目的这块是一个 这个窄圈边 而且他必须也是周边比较干净的 他相当于在一个圈形眷顾的情况下 将身边仅剩的一个最大的威胁 就是NVXQF给歼灭掉了 现在只剩枯破已经难成气候 所以相当于FWM这一局 又是像上一局一样 选了一个很好的点 并且能在前期站下来 但是哪怕你是个独狼 只要你的位置不被发现 那其实在决赛圈的发挥 都是可观的 是的 目前看到Suki Suki对于老干爹来讲 也是引入一名大将 不知道他能不能像我们的86一样 再次创造一波奇迹 以及YCC同样也是一个 再次回到PL的明星选手 你可以看到现在精准的 在被Suki点着自己的锁 但是YCC五指教父 重要的就是身法 可以在你的锁 感受到了对面的试探的时候 就这个时候队友很难 帮助他就是打一个侧面枪线 就能保住他能不能回来 你这个时候老干爹想 直接贴这个大仓的话 手雷 但是你直接拉过去 除非你能搞两个 对 而且我觉得对于YZZ这样的选手 你如果第一时间 没有将他完全的击挡 他必然会有一个 非常猛烈的反复同时 新的圈形好像再一次 给到了像4EM 以及GAME5两队 是的 谁说4EM是纠集赶圈人 人家就前期竞选难一点 但是后期都在他脸上的圈 这个我觉得比前期有圈好 新的赛季 新的赛制 新的主题颜色 或许对于4EM来说 也是新的气象 终于好像摆脱了 那样一个赶着圈走的角色了 对的 但是同时RNG在上一把 我们知道他在决赛圈 也是打得非常的接近 但这场依然是老套路 把圈边我的位置给守住 哦 刚刚我们说了 NVXQF的最后一个独描 酷boy 还是非常残忍的 被汤许所发现 没有办法 他在一个很平广的小坡 没有很多空间 那因为 NVXQF他其实非常早 是来到了咱们的一个山脚下 包括这个时候 圈边北部 RNG就无限地去骚扰一些 进圈队伍 因为他不着急 他把屁股看干净 我再进圈 那这时候情结怎么办呢 我怎么就反击呢 是的 现在RNG就是 他在圈里面 前面的山体是没有人的 就是这个圣马钉的钉子 所以他只要守好这个钉 然后把其他的队伍赶走 是 而且你再注意点 整个RNG虽然说 现在只有三个人 但他们的一个位置分散来讲 其实是一个二腰的 就前面队员像98K 他们小柱已经踩到了圈边 而且是一个高点 他只需要牵执 甚至你都不需要太多对枪 我做一个干扰 我的任务就结束了 就是七七行的位置 不是要跟你情久打 是要逼着你情久 去跟老干爹才能产生摩托 但是情久这个位置 看上你看非常的危险 哪怕是个摩托 你这个位置也很难 这样次速 包括RNG两边 对情久人一波大输出 情久没有位置可以停了 我们的Suki 还是发挥了 他自己备受期待 所被期待着的实力 以及AG的秀儿 跟RNG小志的一波对枪 当然这不是一个公平的对枪 小志掌握着掩体 但是秀儿通过他自己的身法 移动到了反坡一侧 是的 而且小志总是会拿一些 奇迹怪物的枪 我们知道这边是拿到了UMP45 这个枪其实我们知道 有时候伤害可能不太够 但是在选手的手里 那把枪可不得了 这把枪也是上赛季总决赛 小天一穿似的翔 同时在经历了 HIDE 2.0的更新以后 它的各方面 它的飞行速度 射速以及伤害 有一个小范围的提升 应该说 它虽然还是没那么好用 但至少比上赛季好用了 对的 包括我们看到右下角 是一波乱战 但于从正面的话 AG已经是从侧面 拉到了高点 想去吞一下RNG 毕竟RNG从人数的编制上来讲 还是比较练细的 刚刚我说我想看到天霸 他们不光不止吃雷了 要开始吃火了 然后顾巨巨又被补掉了 现在天霸的境遇 有一点点难受 是 ST本来其实在附近的 他只是回来报了一个仇 因为当时你还记得 天霸是通了一个扇子的背身 所以说这个时候 ST知道这边比较复杂 所以说我提前踩到圈边 知道SMG应该还是没有进圈的 是的 那现在SMG跟天霸 各自受到了一个很大的牵制 这种就相当于 我们发现在现在的电竞模式下 基本上到了阶段三和阶段四 圈边总是会出现两队去争夺 一个进圈名额的境况 而且LK也来了 所以我们知道一点是什么 就是说 现在大家都不会盲目的 从这个开车公路转移 全是沿着山体去往前推进 这样的话 彼此的沿体和顺位上来讲 都是够有脸师的 是的 所以山体上占高点者为王 王媛媛直接击倒了 想要偷渡的明死哥 明明这个位置非常尴尬 很难说说 包括他跟将军来讲话 协同性也很难再做到了 以及你看看将军的位置 他跟领域两个苦命的独狼 或者我想叫他们苦命鸳鸯 两个人就在这个悬崖的缝隙里面躲着 瑟瑟发抖 一动都不敢动 聪明的还是STE 而且这个时候也是配合队友 这一波是把SMG的大仇所抱 现在大将军在服了 以及领域肯定能听到 这是两个队 但是可能 对方你知道的 对的 所以现在相当于两队 能不能联手对抗STE呢 从天而降 但是大将军侧面出枪 打倒一个之后释怀 没有被打倒 再换一个子弹 转身过来 DK怎么样 被反身击倒 但是他后面应该还有他的队友 明明滑下去了 但是这个时候 LK赶紧拉过来 那这样的话 STE以及ELG可能都会收在 LK的口袋里 等等等等等等 STE刚刚看起来是视如破竹 一般现在又被LK所击倒 LK是聪明队伍 咱们先进圈 他俩还得再打 知道是两队 所以说LK人家就是说 我想再往后多打点 地底线场上的选手 还是非常多的 但是那个一川四的男人 八六 他击倒了LK 这一波 来自于DKG和LK的混战之后 4AM 辛赫打倒了追梦 这边是一样混乱 但是你看到DKG 两名选手挤在这个小切索里面 其实比较容易灌雷 但是LK想拉近点 他们想贴近点去扔投资物 但是会给你这个机会吗 原点是谁在穿枪呢 这个投资物如果扔进了 但是这个世界上没有如果 这种厕所你被扔进一个雷 是没有任何防备的 哦 又一个雷穿了过去 想封烟拉出来打 但这个时候LK会直接从厕所正面出击吗 这个烟雾一封 你能着水那个小窗口吗 很难 基本上是 甚至会反弹回来 对的对的 你不要提起我们上赛季 那个悲伤的星辰 知道 八六这个时候又要展现出 他自己强大的个人实力了 这边是正面两个 也不太敢扶追梦吧 哇你可以看到DKG他们现在这个阵容啊 在你4v4battle的情况下不输水 但他们可能就是比较尴尬的一点 怕的是像4M这样的队伍侧面来干扰你 包括另外一边我们看到 纯C再次出枪放到了战胜剑 两边的位置来说是比较 就是在侧面去 就你看首先4M这边去打击就是比较舒服的 是的 那DKG也是没有逃过这一波啊 我们可以发现在刚才几波整个偏南部的关键团战里面啊 嗯 两个队伍打归打 但总会有这一支4M过来收割 人家圈你看看在哪呢 没有压力周边有谁呢 酷炮也被清掉了 他们无限打法就完事了 确实 这个圈还劝鼓他们的话继续输出 甚至可以再往前多踩那么二回一支一个圈 相当于就是又是一个机会局 上一局可能因为SMG的一个夸张打法 让他们有点节奏 节奏受挫所以现在他们打得更加侵略性一点 先要通过自己的枪杆子掌握四周的情况 没错这个圈非常关键 但是他又把窄圈面给到了4M 那以及我们可以看到北部啊 一心浪跟老干天这一波是势在必得 但是哎 这边是一个反打一颗手雷又放倒了格子 程C他在上一局的最后啊 用自己的实力创造了一个小小的奇迹 现在能复制刚才的场面吗 Suki 哦 这是来自于程C他自己的手雷又做到了 是的 所以说你看一起浪啊 跟上赛季的微棒相比的话是更加的细节了 我就是融合两个对我的一个特色啊 嗯 所以现在 这个时候A级 128间的来做一手 但是你怎么进圈呢 A级你看 现在圈内的高点有一起浪所防守 并且你可以看到琴酒雪玉的这个位置 雪玉的这个位置就是我没在圈里面 但是我比你A级更不着急 他知道A级在外面的 因为A级已经露枪声了 所以这个时候他脚踩一步就进圈 但是一起浪可能会再往前走一走嘛 毕竟这个圈形我们想要更大的一个输出面积 一起浪很随意了 但A级面前最尴尬的桥头堡就是雪玉 以及哦 像素倒了 被补掉了 我的天 那现在的话 GAME5将成为场上唯一的满边队伍 我不知道这样一个中后期的一个倒地 一个补人会不会对这两个队伍在本局比赛的走向 造成很大的影响 但现在暂时看起来西木是为自己创造了一个进圈内中心的空间 而且大家注意一下 现在圈形其实中心里有非常多的面积可以踩 但是选手人数是比较少的 这个时候 哇 这个时候又是一个反向拴击 又是西门风 但这个时候A级已经很难再有收取机会了 A级在他们最后能够挣扎的时候啊 没有选择去打情酒雪鱼 而选择的是挑战场上唯一的满边队 那这间接的又是在制衡 4AM与GAME5这是一局非常微妙的一个关系 对的 所以现在选手你看到在圈景的一个战友率上 都是在往前去挤 那4AM并且也没有放弃这个高点呢 这边高 站得高看得远嘛 是的 那是GAME5现在 有LK过来想制裁一波 但这个位置你怎么趴呢 青游你可以看到他 感觉自己身边是有一个小被坡 但是没有办法 枪限来自于极高点的防顶啊 4AM8淘汰 骁勇善战 你可以看到我们新赛季的一个淘汰通知 也变得更加直观 更加的美丽 没错 是更加让大家能看得清楚 包括4AM星赫再拿一分 这把336个淘汰整个4AM的淘汰分加上排名分来讲 一定可以再往前走一步 应该上次 上一把打完应该是刚好第五排名 是的 那一定是的 并且大家要注意啊 在小地图上 这四个人看起来是一个队 但是最北端的这个人是来自于一起浪的京勉 现在京勉跟星赫 他们其实是在慢慢的相互试探 对的 包括现在其实每个队伍的战 进圈战有率还是蛮高的 但这个圈形继续往4AM上去刷 包括你看到一切浪的京勉 已经在侧面是站好了我们的一个圈边 一切浪的站位胆子依然很大 或者说他们又像上一局一样的自信 因为成C一个人想单独打西姆 而京勉一个人呢 面对的是4AM一队的压力 是的 西姆其实跟新的方向比的话 他更加的谨慎一些啊 所以说可能还想再找个机会 但一起浪又是一起浪的决赛圈 我甚至感到那些不安 是啊 所以哦 但是那个能在决赛圈一串二的男人 被三三提前拦了下来并且 没有办法服 星赫为4AM贡献了他们的第十个淘汰 是的 包括你看到三三这个手感是非常火热 包括gamingfire这招竞圈的位置也是被锁定 其实非常难逃脱我的锁定圈 现在京勉就是他觉得他不用动 西姆是一个已经被锁定位置的独狼 那现在他们可能先等4AM跟西姆有了一个结果之后 京勉先稳住自己前二的位置 是的 这个时候三三继续输出西姆 完全没有办法 整个赛季4AM 三三已经拿到单人两场九个击倒 是的 以及现在是京勉的一打三 或者说是4AM的三打一 其实我看到每个选手都觉得他会有创造奇迹的可能 但是4AM他会给你这种机会 按照4AM这一局的势头啊 我觉得你看到他们已经几乎锁定了啊 京勉虽然这一波从星赫身上赚取了一些血量差 但是星赫来到了这样一个石头禁点 这一刻顺暴凝一捏 哦 反打之后有机会吗 让我们恭喜4AM拿下了S2的第二块蛋糕 是的 我们看到在上一场的时候 就上上第一场呢 4AM跟西姆在这个中期已经是有一点火药味了 但在第二场 4AM决定我在决赛圈再中拳出击 我先把圈边的决定发言人给清干净 然后我满边作战 就他们一路上这个逻辑啊 是非常清醒的 是的 以及我又关注了一下各个队伍的淘汰情况呀 成C在这一局拿到了一起让全队唯一的 就他只有他有三个淘汰 就是全队的三个淘汰 同时在4AM身上 哇哦 有一个选手的数据真的非常非常的出彩啊 这应该是目前本赛季最高选手淘汰八个 但是他我最刚刚看下数据 但是他其实击倒架上一把还是蛮高的 是